那側面大概是有出去的 其實這一刻啊 看起來是兩出 很緊緊的 而且這是一個中性打者 打線啊 這對兄弟來講都蠻有力的 那站起來也蠻Lucky的 歸著彈跳他已經 對啦 就有一些機會 現在理軍的分數 大致上是三分 只要要解決打者 同樣兩好兩壞兩出局 這個球揮發若空 再進三支 從醫師隊拿下 中華之鋒 20年總冠軍 全球隊士第一次的三連棒 建立起統一師隊王朝 這一座的冠軍 是統一師隊隊士上破紀錄的 第七座的總冠軍 恭喜統一7-11師隊 在台南棒球場 今天總冠軍戰棋 最勝出的比賽 是以四勝三敗奔上了王座 統一師隊元老吉的球隊 在對史上第一次三連棒 建立起統一師隊王朝 繼兄弟向貴拳龍之後 中華之鋒史上第三支 達成三連棒的球隊 而且統一師隊在台南棒球場 連續三次都可以在自家門口 自己休息室這邊 一內休息室的主場 這邊是拋彩帶 文香彬龍 今年的總冠軍戰霸戰 兩隊敖戰的七勝的比賽 過程當中有激情 有激動 有感動 有很多的淚水跟汗水 但在這一刻 特別今年例行賽 是打了一百二十場 史無前例的一百二十場的 例行賽 最後產生出了總冠軍 統一7-11師隊 現場待會兒 會有相當多相當多 出場球隊 統一師隊的慶祝的儀式 兄弟相對 也成為史上第一支 連續兩年打進總冠軍戰 但都空手而回的球隊 過去歷史上 有很多球隊都連續兩年 殺進總冠軍戰 但至少都會 統回一座冠軍 不管是先拿還是後拿 兩年當中總會拿一次 但是兄弟相對 連續兩年 在總冠軍戰 碰到 統一師隊 很傳統的球隊 結果都下雨而歸了 是史上第一次 連兩年打進總冠軍戰 但是都空手而歸的球隊 現在 統一師隊的球員 還有一些球迷 現在是繞著 海南棒球場 要來搭卸 進場的球迷 統一7-11 輸隊 拿到了三連棒 再來看最後一刻 都中發外流人 終於有個比較激動了 立下拳 好球迷 就好球迷 給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